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其实呢也是两种 这这平平这 这这这平平 所谓七言呢 就是分别在这个音节的开头 加上两个相反的平这就行了 比如平平这这平 七言当中呢 这这平平这这平 下面就是这这平平 平这这就这样 只是加上两个相反的平这的 就变成七言了 所以五言呢还是基础 那么这就是七言 它的格律评则的要求 所谓格律诗啊 就是这四种句子啊 就是不断的这个变换的使用的结果 变换使用的结果 咱们来看它的这个具体 是怎么要求的 第一个 一连的平字必须对立 这叫对 所谓对立啊 就是指啊 这个 出句和这个对句啊 它的平字上 应该是相反的啊 相反的啊 比如说这个出句啊 你的出句是字字平平字 对句应该是平平字字平 明白吧 假如说你的出句是平平平字字 对句应该是字字字平平 这里面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 由于这个对句必须入运 而亚运呢 又要亚平生 因此呢 如果出句为平平字字平 那就是指的首句入运 是吧 你对句呢 你就不能写字字平平字 这就不对了 音字字平平字字 你就不入运了 你怎么写 因此呢 对句就只能选择 字字字平平 这个道理就是这样的 第二 下连出句与上连对句的第二个音节 平字必须相同 就是说第二个音节相同了 接下来的音节也就定了 因为我们说了 这个一句当中呢 你平字要对立嘛 你一句当中要交替 要交替 交替的话 第二个音节的平字定了 那下来的也都定定好了 没办法再变了 这种情况叫做年 违反年的要求的成为诗年 比如上连对句 如果是字字字平平 下连就该对什么呢 字字平平字 要求第二个音节 平字要相同 就只能这么对 这是年的要求 它在一句当中有要求 是平字要交替 一连当中 平字要对立 连与连之间 要有年 要有年 这是这个要求 第三个要求是什么呢 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 这个当然是一三五二四六指的是七言而言的 对五言而言呢 是一三不论二四分明 二四分明 这什么意思呢 在一句话当中 所谓的平字啊 主要是指的是偶字音节的那个声调 几句呢 几字呢 是可评可字 没有一定的要求 也就是说 第二个音节 它是节拍点 它的平字 才是更看重的 那么第一个音节呢 它不在节拍点上 所以它是可评可字的 这是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 这句口诀的含义 第四个要求 即孤平 孤平是什么 就是 这种格式当中 除了韵角字以外 如果只剩下一个平生的话 这叫孤平 刚才我们说了一三五不论吗 不论这个第一 如果我们不论的话 那这个句子就 就变成了孤平了 就变成孤平了 孤平的话 也是格律师认为 应该回避的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一呢 你还不能不论 不能不论 这是第四个 要求 再看第五个 记得什么 三平调 三平调就是 莫为连续三个平生 你看我们有这个 这这这平平 但是没有这这平平平 这样的句式 是吧 为什么 就是因为那种连续三个平生的这种句式呢 是格律师不大欢迎的 不大欢迎的 但是我们看唐代人做的那些诗啊 也并非这个三平调绝对没有 也是有的 大家看这个 这几个例子 动望和幽幽 这个和幽幽 就是个三平调 三平调 在这首诗当中啊 史智更有福桑东 福桑东三个 也都是平生 还有这个 打起黄英尔 黄英尔也是三平调 三平调 三平调 在唐代的诗歌里边 还偶尔出现 宋代以后的诗歌里边 基本上消失了 因为宋人对格律更讲究 更讲究 所以宋诗当中 我还没看到有三平调的 但是唐诗当中有 但是这个呢 也就是说 宋代以后的人 已经是认为这样不好了 这个平调不合规则的句子呢 叫傲句 有些傲句是可以通过 改变其他音节的平调 加以补救的 这种做法 合成傲句 比如孤评的傲句 像这个 字评 字字评 我们说 这个呢 就变成了这个 孤平的这种句式了 这个是可以救的 你只要把 这个 第三个字 改成平声 变成啊 则平 平则平 这样 算是救过来了 算是救过来了 三平调是不可救药的 三平调是没办法救的 也就是说 它是不行的 好 既然我们教了什么是瓶子 什么是格律师的押韵 下面 这样一首很有名的诗 请你们告诉我 它是不是一首格律师 好好看看 从刚才讲的两个方面 仔细推断 是不是格律师 这种事是很有名的 是吧 很多人在心目当中 豆腐呢 也是格律师创作的圣手 他好像擅长于做格律师 所以某一看 这个不懂格律的人呢 稀里糊涂的 就以为这样的事 就是格律师 但是我们仔细一看 他的评则 问题很多 问题很多 首先看第一句 戴宗福如何 宗福如何 这不光是三平调 这变成四平调了 再看下面的亚运 亚运 亚的是什么运呢 它亚的是自身运 是不是 鸟 小 鸟小 这个也不符合咱们格律师的要求 还有下面的 荡胸 生 层 云 这个 熊 生 层 云 也是这样的 所以 通过这样一些简单的评则判断呢 我们就知道 它是什么 它是一属骨体式 它不是格律师 因为它没有哪个方面它跟格律师能挂上钩 从运角 从瓶泽 都不合适 都不合适 所以 这样的能力 就是你真正知道什么是瓶泽以后 才能够做出这样的判断 如果你对瓶泽不会 你光着瓶瓶泽泽 光背下 也是这样的 根据这个去套的话 你套不上的 好 这个 也是一个难问题 于谦的石灰银很有名 千锤万凿出身山 石灰是从山里面挖出来的石头烧的 烈火坑中炼而言 粉骨碎生皆不顾 要留清白在人间 这首诗我这儿抄录的是明代的一个版本 它是这么写的 但是你们从小被的刮功烂熟的可不是这样 其中写的是粉生碎骨红不怕 是不是这样 请你们判断 究竟是粉生碎骨红不怕是对的 还是粉骨碎生皆不顾是对的 它这是一首绝句 这个是没问题的 首先要不要明确 绝句它也是格律师 究竟是粉骨碎生皆不顾呢 还是粉生碎骨红不怕 贾曼你说呢 很没想好 看来要做很好的思考是吧 周杰芬呢 周杰芬呢 我认为那个 十一个骨碎骨碎生也不顾 为什么 是根据那个 这里面的根本 像下年对于上年根据的 第二个人也评则相同 评则相同 所以根据这个年的 你看出它是粉骨碎生是对的 是吧 这个当然是判断的一个依据 也是对的 当然另外除了年的这个 还有一点 就是一连当中的 这个要堆立的这个要求 如果这个粉鲜的鲜 它是平鲜 要留的留 是吧 这个不是两个都是平鲜了吗 这个也不符合这个 跟下一句也对不上号 因此呢 这个地方粉骨碎生 戒不顾是对的 不能是粉鲜碎骨 但是我们后来为什么 说成了粉鲜碎骨 这个也有道理 这个道理啊 还是在于 这个 汉字当中啊 它排列的这种并列结构 往往是把平鲜放在前面 明白了吧 为什么粉鲜 粉骨碎生后来变成了粉鲜碎骨 是因为粉鲜的鲜呢 它是平鲜字 所以骨放在后面 这是咱们在语感上 它一种不自觉的一种要求 所以它就调整成这样的了 正因为我们大家熟悉的粉鲜碎骨 所以这种诗读来读去 在不懂平泽的情况下 把它就变成了粉鲜碎骨了 实际上人家的原诗是粉骨碎生 粉骨碎生 你看这就是我们这个 学了平泽以后 对判断这个古代诗歌当中一些问题 就有很大的帮助 很大的帮助 好 下面看对账 这个格律师呢 对对账呢 也有些要求 绝句 不要求对账 律师 中间两连 要求对账 排律 除首尾两连之外 中间各连的都要求对账 所以排律 创作起来的难度是比较大的 做对账 这个难度就大 这是对账的第一个原则 第二 相对的词 要词性相同 相对应的结构 要类型一致 词性相同 类型一致 看这个杜甫的这首绝句 两个黄梨明翠柳 一行白鹿上青天 两个对一行 数量对数量 黄梨白鹿 黄对白 颜色词对颜色词 一个是两个都是动物 上青天对明翠柳 对得非常的工整 非常多种 白鹿的这个 乱花监狱迷人眼 浅草才能磨马蹄 乱花对浅草 这个监狱对才能 这个才能可不是我们今天的 才能够才能 才是刚刚能是能够 刚刚能够 也是对得非常的工整 第三呢 要避虫子 就是避免相对的字不能相 要相对的字不能相同 这叫避虫子 这是在对账上的三个要求 古体式它就没有这些要求 对也行 不对也行 怎么对都可以 第四个 要避合掌 合掌 就是上句和下句 在表意上 内容重复 合掌的例子 前人也举过一些 比如 比如西晋 这个卢堪的 这个 达 为子 替诗 多事 成大业 勤贤 济 红 纪 那么多事 也就是勤贤 成大业呢 跟纪 红 纪 意思都一样 那么这个上句下句 有一句的内容是重复的 这就是合掌 当然这个合掌 这不是格律师 那个时候还没有格律师 我们只是说什么叫合掌的时候 举了这么个例子 这不是说格律师当中的合掌 宋代人对这个合掌 更加忌讳 要求更严 比如宋代的这个诗话当中 他们认为 禅造凌玉境 鸟敏山更幽 他说肺不公义 忠不免此病 他们甚至认为 禅造凌玉境 鸟敏山更幽 也是合掌 为什么呢 他无非就是说 山林很幽静 而且写法上 也都是以这个洞来称这个静 以洞写静 写法也一样 所以他们认为是合掌 这个要求 当然是就更加的难度大了 后来呢 这个瓦安石 他把这个改了一下 他怎么改呢 他古代的游戏诗当中有风定花游落 这么一句 他拿来对鸟敏山更幽 上句叫风定花游落 下句是鸟敏山更幽 这个确实是比那个王极的入若乐戏的原句当然是更美 风定它是实际上是一个静的画面 但是以静写动 它上面是以动写静 这两个就动静上就完全相反了 这个就从美的审美的角度来看 给人的享受是更美的 不是一个重复的疲劳 所以他们这个要求应该说是更严 所以我说宋代人对格律的将就是比唐代人更加的要严格 这是第四个要必合掌 那么我们看对仗的这个种类 也有一些分类 一个是宫队和宽队 宫队就是队长很工整 结构相同 雌性上这个属于同一类 所对应的这个都属于同类的 这叫宫队 你看这样一首对联 虎行雪地梅花舞 鹤立双天竹叶三 你从这个字面上 虎对鹤是这个受对情啊 行对立是都是这个动词 但是一个是静止的 一个是这个动态的 雪地对双天 因为天对地啊 这也是绝对啊 梅花对竹叶 花对叶 梅对竹啊 这个梅花舞竹叶三 也是巧夺天公 你看老虎在雪地上行则的时候 留下那个爪子 老虎的爪子是五个指头 它留下的那个就像梅花的五个半一样 所以叫梅花舞 竹叶都是一般是三出的 而鹤它的爪子是三个指头 立在雪地上 你说这里边你敢给我改一个字 我算你本事大 这就是这个对联 真是一字不易的程度 锤炼的确实是这个巧夺天公了 因此这个对联 那是确实是工队 我知道这幅对联 大概是在十二三岁的时候 我一看就非常的欣赏 深深地印在脑海当中 这个对联 确实对得相当好 评测上来讲 你看虎 虎和鹤当然是 像五啊 三啊 花 叶 也是对得非常工整的 行 立 是吧 这个评测也都是 这个雪 霜 天 地 就是评测也无可挑递 意境也是无可挑递 因此这个对联 真是绝对 好的 没治了 这就是那种对联了 我不知道这个对联是谁做的 到现在我还没有 没有考察出来 但是这个对联是做得非常漂亮 这是工队 这个清代学者李渝啊 有一部书叫 《利翁对运》 它是专门啊 把这个古书当中那些 适合以作对的这些字句 它找出来 编成运语的形式 就是过去的那小孩 经常在那背 你看天对地雨对风 大陆对长空 山花对海树 翅日对苍穹 雷银银雾蒙蒙日下对天中 风高秋月白 雨季晚霞红 什么 所以过去的 这个我们看到那些笑话当中 经常有 老是说个风 学生就对个雨 什么什么这个催化雨 什么什么对的是 这个什么什么风 就经常有这样的 所以 你要把这个对应 对的这些都做好呢 还得去看这样一些 过去的这些 所以过去的人这些对联 诗歌做得好 经常是由于他们从小就受到这种训练 我们看《红楼梦》当中 那个贾正领着贾宝月 让他到处去提个师 做个队 这种情况 就说明那个时候也是对人的一个基本功的训练 基本功的训练 宽队呢 指的是有些地方不符合对仗的要求 比如这个李商颖的贾生年少须垂涕 王灿冲来更远游 垂涕 那是动兵结构 但是远游呢 它是个撞步结构 这个撞动结构 是吧 这个结构就首先就不一样 结构就不一样 那么这个呢 它也算是一种对 但是我们把它看成是宽对 宽对 再看另外一种叫正对和反对 正对呢 是指上下两句的意思 属于一类的对照 就是意思属于同一个类 类型 杜福的冲啊 是赶食花间泪 恨别鸟惊心 两句都是悲伤之情 林波的 山元小梅 书影横斜水清前 暗香浮动月黄昏 两句都是美好的景物 美好的景物 这叫正对 反对是什么呢 上句上下两句啊 用意相反 或者是一些关键的词上 用了反译词 看这个 秦涛玉的评语诗 赶将时之夸真巧 不拔双眉斗画长 上句说的是 他有哪方面的特长 下句是他不愿意什么 他没哪方面的特长 所以这两个在表意上 是相反的 我敢跟你斗什么 我不跟你斗什么 意思说 我敢跟你们比本事 我不比打扮 不在书装打扮上 比高低 陆游的这首诗 秋叶读书 说白发无情 清老净 清灯有味似而食 上句写 他当时的实景 是老年的时候的情况 下一句回忆 儿时读书的情景 两句 意思上刚好是 以老以少 相反的 再看陈参的 宋张子卫南海 海岸三山雨 化名五岭春 那么这个呢 虽然都写的是风景 那么第一句 他用了个暗 第二句写了个明 给人的景物上 有明暗的对比 所以我们也把它说是反对 反对 下面一个类型叫流水队 指的是上下两句的意思 不是并列关系 一般我们的队仗 都是平行并列的 但是流水队不是 他是有先后英国等联系 比如袁珍的浅贝淮 袁珍的浅贝淮 写的感情政治 很受世人的好评 我也是很喜欢读的 其中呢 你看 是说他的这个妻子 跟着他的时候 一直家里受穷 他也没给他妻子 想过什么福 后来呢 他做了官 家里生活条件好了 但是他的妻子去世了 所以他就说 我一将中夜常开眼 他思念他的妻子 晚上睡不着觉 所以说是 唯一将中夜常开眼 暴打平生魏斩媒 魏斩媒指的是他妻子 跟着他过着清苦的日子 愁眉苦脸的日子 那么现在他好了 怎么暴打 只有用自己无尽的思念 来暴打这个去世的妻子 所以你看这个感情 写得多真挚 多真挚 所以非常感人的这些诗歌 这个脸上下两句是 拿着什么来暴打什么 这个结构上是不能调换的 所以这个应该是流水队 下面的玉琴千里木 更上一层楼 大家更熟悉了 想要怎么样就怎么样 这都是要 都是有连贯关系的 跟那个一般的不一样 这叫流水队 流水队 流水队 下面还有一种叫戒队 戒队呢 是戒运一个词的读音 或者是意义 而构成的队障 那么戒阴的 杜甫的秋星八说 官塞吉田为鸟道 江湖满地以鱼翁 这个鸟道和鱼翁 它是相对的 但这个鱼呢 是打鱼的意思 这个地方跟鸟 是没法对的 它实际上通过谐音的关系 戒了这个鱼跟这个鸟去对 这样就对上号了 这是戒阴相对 下面再看李商颖的景色诗 沧海月明珠有泪 蓝天日暖 玉生烟 那么这个仓 它是戒的是那个仓 清仓的那个仓 跟这个蓝去对的 这也是戒阴相对 下面我们来看戒意的 杜省言的这首诗 九中堪累月 身外及浮云 这个累月是个时间词 指的是好几个月 但下面的浮云呢 是天上飘的云 那累月跟浮云 就字面上它是对不上的 但是在这个地方 它是对账当中 戒了月 它有月亮的意思的这个意思 去跟这个浮云相对 这是戒意 杜甫的这句诗更有名 久寨寻常行处有 人生七时古来兮 那么这个对 七时跟寻常 它是怎么对的呢 寻常是平常的意思 平常跟七时 是不大能对得上的 因为在古汉音当中 寻和常 它都是长度单位 一般的说法是七时为寻 或者是八时为寻 背寻为常 那么这样一来呢 它就跟这个七时 就能对上号了 所以这也是借意向对 借队在后来的对联当中 进一步的发展 成了无情队 有一种叫无情队 比如一个流传的 一个有名的对联的故事是说 这个谢晋 跟这个皇帝做对联 皇帝给他出了个对联 说色难 这个谢晋 也不加四 说容易 这皇帝等了半天 你说容易 你怎么不对啊 说陛下我已经对过了 皇帝一听 确实是对得很妙 一个色对容 难对业 这不是也是很巧妙吗 这个色难呢 它是有来头的 但是指的是 城下适风主上的时候 这个色是不容易的 你揣摩不透主上是什么心理 如果他是在那正在生气着 你却显出一副高兴的样子 你倒霉 如果主上是一副高兴的样子 你若无其事 你倒霉 所以这个色难 就是指这个意思 就是指啊 城下侍奉皇上的时候 主上的时候 这个表情是不好处的 所以就要有一个 察言观色的说法 在色难就是这个意思 那么他简单的对了个容易 就对得很好 但是从内容上来讲 他是没对上 因为容易是简单的意思 色难他怎么能对呢 对不上 但是拆开单独的看 都对得好 这就是无情队 也是戒队 还有三星白蓝地 这是一个真实的事情 解放前江南 有一家酒楼 经营的是白蓝 三星牌的白蓝地酒 他为了推销 超这个大酒 扩大它这个酒楼的影响 就在报上公开的征集 对联 上联就是三星白蓝地 很多人疯疯地去应征 最后有一个人入选了 他对的是五月黄梅天 因为江南那个地方 五月确实是有花梅天 但是三星白蓝地 跟五月花梅天 有什么关系呢 内容上没关系 但是分开来看 都对得好 三对五 星对月 白对黄 蓝对梅 天对地 哪一个没对上 都对上了 这是这个无情队 又取得了胜利 其他的好像 还有什么三池天蓝布 有人对的是六位帝黄丸 这个也是无情队 下面这个 树以千寻南纵服 下面对得更加好 果然一点不相干 树和果没问题吧 燃对极也没问题 千寻对一点 是吧 南纵服不相干 干在古汉当中 干戈知道吧 它也是武器 武器 所以斧对干 也是对得很好 对得很好 这就是这个戒队 在后来的对联艺术当中 进一步的发展 它变成了这个 无情队这么一种模式 无情队 所以无情队并不好对 你哪能想到 果然一点不相干 这样的句子 去跟它对 那么第三点 对账有什么用 我们理解这个对账 它在理解词义上有作用 因为对账它要求 磁性相同 结构 同类 那么根据这一点呢 我们就可以去理解 格律师当中 它的一些意义 比如下面 王维的这首诗说 江流天地外 山色 有无中 江流啊 我们按照今天的 一般的理解就是 江流天地外 就是江水流到天地外了 是不是 如果你没有这种 格律师的对账的 这种意识的话 你以为江流天地外 就是江流到天地外了 但是下一句是 山色有无中 江流对天地啊 那么江流应该怎么理解呢 江流是什么意思 明白吗 静怜你说呢 这个江流应该是长江吧 应该是长江 江流怎么理解我的问题是 那这个江流是应该 跟山色相对的吧 是啊 是一个主位 是一个主位结构 山色是主位结构吗 看来你对这个对账 还没有很好的利用 我还想你说呢 江流是指长江的流水 长江的流水 这个江流就是江水 就是江水 这个流啊 它也有水的意思 所以江水对山色了 是吧 不是说江流到天地外了 江流天地外 就是江水在天地之外 山色有无中 这才是符合对账的要求 你如果那个是个动词的话 这就不行了 这就不行了 这就是我们这个对账 对我们的理解诗意的价值 下面 朱雀桥边野草花 乌亦香口西洋邪 那么野草花是什么意思 范文杰 老师 我觉得那花应该是一个 就是西洋子 就是那个野草长的一个凡圣 或者是 因为它那样子 哦 像那样子 因为跟那个西洋邪的邪 是相对的 相对的 对相对的名字 你这个基本是对的 但是把花理解成凡圣是有问题的 这花就是野草开花了呗 是个动词呗 乌云 朱雀桥边野草开花 开着花 那么乌云香口西洋邪 是吧 不能把野草花和野草和野花这么理解 这也是这个对账的要求 小静单愁云冰改 夜影映觉月光寒 这个地方 这个小静什么意思 小曼 对 这个静就是动词 早晨拿着照镜字的意思 因为它跟夜影是相对的 下面一句 一水护田 降绿绕 两山排榻送青来 也很有名 这里边的这个降绿绕 什么意思 赵修 应该是个动词吧 送青来说降绿 它应该是什么样的队长 或者是使得水 围绕田砖的时候 水流过去就将带蓝绿色后 水流流流流 你的意思是带蓝的意思 是吧 是 基本是可取的 降绿绕 这样又带着的意思 可以 但是我们可以 不可以把它理解为率领 这样的话 是不是这首诗 我们理解起来 更加的生动活泼 像一个水 它积极主动的 去维护 这个胡颖先生的这个田 率领着一网立水 在那儿护卫着 好像来了客人 积极地巡视 视察着的意思 这样是不是 这个诗 就不能够被动地 静态地理解成一个 更加生动活泼的这种局面 所以这样理解成帅蓝带蓝 可能比你这么简单地带着 要更加生动 是吧 好像这个水 这些 他写这个东西 其实是反映的是 一种非常喜悦的心情 山水都是积极主动地 像他献媚的那么个样子 两山是排榻 一水是降绿 对不对 所以降 理解为积极主动地率领带领着 一帮绿色在那儿环绕护卫着 是不是 我们的理解就更加丰富一些 这也是这个 对仗给我们提供的信息 我们这样的理解 也是在语言上是有依据的 千万可别把这个弄成 理解成一个借词 那样的话就把这个诗 给理解死了 也不符合这要求 好 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 好 好 好